在红维柱教授新编的范琳与西施昆曲表演中 中央大学宣布将在台湾创设首座昆曲博物馆 发扬昆曲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使命 中央大学中文系特兵教授昆维柱表示 白先生我讲了一句话很好 他说昆曲是中国精致文化的具体代表 因为他有很好的文学、音乐、表演、舞台美术 把中国文化里面最好的东西集中在这里表现 昆曲博物馆的前身是中大戏曲研究室 所收录的文物高达一千多件 南瓜明清以来的诸多珍品 如金昆大师于正非在经历文革后 唯一留下的一件戏袍 以及去年拍卖要价将近60万元人民币的 张冲和手抄本 长生殿京变 还有他的长生殿续格 牡丹亭游园 金梦 寻梦等真机 洪威柱说 昆曲博物馆的收藏一共分为三类 一方面就是我们展览的这个戏符 还有乐器 那现在昆曲用的乐器跟以前 其实有点差别 我们保存了一套古老的乐器 名家书画 这是一种名家书画 还有一种就是这些手折 这些手折 所以我们这些昆曲的文物呢 我们大概有一千多件 世界上独一无二 第二类的收藏是文字和影音资料 也是全世界最丰富 第三类则是研究资料 洪威柱表示 像大陆昆曲博物馆 这苏州昆曲博物馆 它文物资料收集不少 但它的研究资料就不多 影音资料就不多 研究成果也没有 也没有我们多 这是我们能够一个 各方面很完整的 各方面都去做的一个 一个博物馆 洪威柱说 两岸昆曲剧团在1990年代起开始交流 中国大陆最近在明代戏曲家 汤贤祖的故乡 凌川 成立了一个昆曲博物馆 但还在刚开始的阶段 北方歌剧院也要花 5到6亿元的人民币 盖北方昆曲中心 他们都很希望能够来台湾的 昆曲博物馆取经 台湾方面也能够借出展物 共其展览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